大王爷的事王爷就这么算了吗 不然如何 为何不把真相告诉皇上和皇后呢 单凭我一面之词吗 再说他毕竟是我二哥 你让本王置他于死地 本王做不到啊 皇爷心善有的时候未必是件好事 二哥所要的只是个王位 希望他将来是一个好皇帝 你怎么知道王位就一定是他的呢 大哥已是 我又无心争备 老四更是云游四海 若不是他 又有谁能继承大同呢 怎么 有话要说 不是 既然王爷心意已决 在下也不多说什么了 不过 王爷 这盘棋 王爷怕是输了 罢了 本王输了 老规矩 想要什么 说吧 这次我想问王爷一件事情 但说无妨 住在府中的那位姑娘 王爷要如何处置啊 你为何对此事感兴趣啊 前几日一回城就听到谣言 说一向不好女色的三王爷 在府中藏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 我一开始不信 直到昨天进门的时候 刚好撞见了这位 想翻墙逃走的尹姑娘 所以好奇忍不住问一问 她想逃走 不过 王爷 你不用担心 一在下看来她没有武功 此法可能是不行了 算了 你既然问了 我也直说无妨 这个尹情柔来历不明 对本王不恭不敬 所以在我驯服她之前 她都是本王的奴隶 小姐 你是不是受寒了 要不我们回去吧 没事 没事 我可不是什么 弱不禁风的大小姐 肯定是解言起这个王八蛋 在背后骂我来着 小姐 你可不能知乎王爷的名字 这可是大不敬 要杀头的 你不说我不说 还会有谁知道啊 我知道 杜姑 喜儿 下去吧 我陪尹姑娘走一走 好 是 上次的事情有没有告诉谢言起啊 我告诉了 你怎么能告诉他呢 你答应我保密的 你怎么又说了 如果我不告诉王爷的话 王爷怎么知道你那么想出府 怎么会命我带你出去散心呢 真的假的 他谢言起有那么好心 让你带我出去玩 王爷吩咐天黑之前回来就可以 我看差不多还有三个时辰吧 那现在就走 走 不错 来 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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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来找上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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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灵奇王虐待你 不给你饭吃呢 你懂什么呀 吃饭也是得看心情的 在灵奇王府那个破地方 给我吃龙肉我都不觉得香呢 你要是把你家天龙关住了 你看他还吃不吃饭 没人关得住天龙 我竟然连只狗都不如 对了 王爷一向待你不薄 全府上下把你当贵宾一样对待 你为什么非要逃走啊 我不能总待在那个地方是吧 再说了 就算谢妍奇他不杀我 也会把我闷死的 而且我是要回家的 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那你为什么没有逃走啊 我逃了呀 你撞见我那天我逃了 可是全被你家天龙给搅和了 这么说的话 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 你放心 我独孤有债必还 那你打算怎么还啊 你能帮我逃走吗 算了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再说 我就不信谢妍奇他能困得住我 好 好 好吃 姑娘请慢用 我到附近转一转 稍后便会 你放心吧 这些我全不能消灭 消灭不掉我就打包带走 绝对不浪费 尹姑娘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好 再见 再见面 难道他要丢下我一个人走掉吗 他怎么这么大胆 一个人上街带这么多现金 不怕被打击啊 他要不是把我一个人扔下走掉 那我就可以让下他走掉了 亲爱的玩具们我要跟你们再见了 带上你们也是个累赘 拜拜 拜拜 我这还没找手呢 怎么就来出租车了 尹小姐 您刚刚买的东西往底拿吧 在下已经帮你放到马车上了 我就知道 哪有这么好的事 说到底还是找人看着我 独孤员呢 让他赶紧过来 本小姐可不想等人 独孤先生说了不用等他了 小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那我想出城可以吗 可以的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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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独孤员真的打算放我走 为什么 这么说的话 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 你放心 我独孤有债必换 不会吧 就因为帮他的狗还债 尹姑娘 我们还会再见面呢 这有什么意思啊 到底是放我走还是不放呢 独孤先生 王爷一直等着您呢 好 王爷 您找我 你可是义员回来的 是 他呢 跑了 放肆 你这分明就是有意所为 来 停停停 师父 这是哪儿啊 小姐只吩咐出城 没说去哪儿 我就向着东边一直走 这穿越也就算了 还迷路了 不知道独孤员回去会怎么样 那冰块连肯定不会放过他 那我 这不是害人了吗 不行 师父 掉头 回府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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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明知本王不许他出府 还敢私自带他出去 我当你是朋友 你就如此带本王吗 王爷 此人留不得 为何 你轻柔身份不明 我们查不到他的来历和背景 留这样一个人在您身边 无异于把王爷置于危险之中啊 本王都不怕 你怕什么 就算王爷 不顾及自身安慰 也顾及一下您自身的轻欲 现在满城百姓都传得沸沸扬扬 都说王爷您 金屋藏娇啊 笑话 别说本王没藏 本王就算藏了又如何 杜国元 本王一直以为你轻心脱俗 与众不同 所以才把你当至交 没想到你也这么想 毕竟人言可畏 王爷 您可别忘了 您不是普通人 您是当朝的三王爷 这王家的轻欲 您不得不顾及啊 够了 你告诉本王 他隐情妖往哪里去了 等本王把人抓回来 再与你算账 都护员 恕都顾不能聪明 你 启禀王爷 尹姑娘回来了 你干吗 你放手 我告你非礼了 跑哪儿去了 我 我去京郊一日游不行吗 你这个王府 破崭崭地儿 无聊死了 我出去玩会怎么了 那你为何还回来 我 我饿了不行吗 我就回来了 再说 你不是不让我走吗 怎么 改主意了 那我走了 你 都姑 你这 李章 在 严加看管 没有我的命令 他谁也不许见 是 都姑 李大哥 依姑娘 你今天暂时委屈一下 李大哥 你就别把我锁上了 你说 如果晚上 我要是想叙叙了怎么办 你说 我这晚上我又饿了怎么办 我要是觉得热了 我想开门通风怎么办 哎呀李大哥 你就开开门吧 再说了 你们王爷不是说什么 只要你看着我 又没让你锁着我啊 李大哥 哎呀 哎呀 李大哥 你回来啊 凡人 隐情柔啊隐情柔 你就是个大笨蛋 你都走了 你干嘛还要自己回来吗 真是的 笨死了 糟了 哎 谢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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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回来 那个 那个 我是自己跑的 跟独孤猿没有关系 真的不是他 轻柔 哎呀行我要睡觉了 轻柔 哎呀行我要睡觉了 轻柔 啊 滚 别闹 哇塞 嘘 小点事儿 我好不容易 用一只唇彩买通了喜儿 才能进来看看你 哎 对了 你来得正好 那个独孤猿 它怎么样了 哎呀独什么猿呢 哎 哎 你现在被冰块脸关在这儿 还怎么想回去的办法呀 阿广 你就告诉我吧 他也是为了救我 才会被冰块脸抓住的 得了 他们俩好着呢 哎 两个人的关系啊 真是不一般 前天吵着那样 哎 第二天跟没事人一样 你说说你 跑都跑了 你还回来干嘛呀 嗯 难不成还真的为了那个独孤猿呢 我 轻柔啊轻柔 你跟了双双那么久 什么帅哥没见过啊 偏偏在这个时候给我饭花吃 这也气死我了 哎 我 我才不是为了那个什么独孤猿呢 我 哎 算了不说这个了 阿广 我好像知道 我们要从哪里寻找 穿越回去的方法了 你想到什么了 小姐 小姐 哎 哎呀 我就说嘛 那个丫头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以为有延祺哥哥替你做主 你就万无一失了 走着瞧 嗯 你想啊 我们拍戏的那个地方 说不定就是某个朝代的遗址 我们一定是动了那里的机关 才穿越过来的 我们呢 只要找到相近的地方 就一定还可以穿越回去的 嗯 嗯 嗯 我高考历史是交了白卷的 那你总该知道 我们穿越过来的地方吧 就是你掉下来那个地方 嗯 这个嘛 我是个鹿痴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哎 你说那个有什么用啊 哎 要我说啊 你还不如去求那个冰块脸 人家好歹是个王爷 分分钟就能调动几百号人 甭说几块破石头 连钻石都能给你找出来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阿广你真是太聪明了 讨厌 就这么定了 给他来个美人计 四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啊 一点 是一点都没有好不好 不过啊 你放心 谁叫你有我这个 一线造型师呢 真的 一会儿啊 给你整整 启禀王爷 小姐她 怎么了 怕人看着还能又跑了 不是的 小姐她病了 啊 是不是太白了一点啊 别闹 这个叫西施庄 病态当中啊透着妩媚 一会儿啊 可是考验你演技的时候 你可别给我掉练子啊 放心吧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啊 再说了 跟孔双双那么多年的剧组 是白混的呀 放心吧 没有问题 王爷 快 快 快 见了 参见我 小姐 小姐 喜儿 你先下去 我去 我与王爷有话要搅 是 王爷 请用茶 加油 王爷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一个大活人在你怀里 你说推倒就推倒了 你还懂不懂得怜香惜玉 怜香惜玉本王是不懂 不过欺瞒本王的人 倒是没有一个好下场 王爷 也不知道为何 这会儿我胸口疼得厉害 你的病 你本王看来 一般的大夫是医不好的 不如让独孤带你出去 寻一个更好一些的大夫如何 也好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王爷 其实小女子 这也是老毛病了 我这儿有一张药方 只要找到上面的药影 小女子 就感激不尽了 启禀王爷 皇后娘娘见她 母后 可知她为何而来 皇后娘娘有旨 宣尹姑娘见家 我 儿臣参见母后 明女 参见皇后娘娘 祝皇后娘娘风儿都海 兽禀男生 难怪我们家老三 要把你藏起来呢 果真有趣啊 你说你叫尹晴柔是吧 嗯 起来说话吧 你叫尹晴柔是吧 谢母后 谢母后娘娘 我还真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 老三哪 儿臣在 我听说你府里藏了个美人 我还不信 今日一见果真大开眼界 也罢 你要是喜欢 就把她留下来吧 以后封个才人什么的 母后也不反对 我们家老三长大了 直到找女人了 不如 不如 母后 可否借一步说话 行 你们都退下吧 是 是 哥哥 哥哥 老三哪 你终于要选妃了 母后有多高兴 你知道吗 我可没说要选妃啊 那不行 我已经答应妍然了 你要是想把那个隐情柔留在府上 你就必须选妍然为妃 母后 我留谁在府上 还需要通过妍然的同意吗 无论如何 我坚决不选妃 您是否 先操心一下二哥的婚事 你以为我没想啊 你大哥突然战死 连个王妃都没选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所以你们几个的婚事 必须我亲自操办 谁也不许给我找任何理由说不要 必须给我立刻娶妻生子 为皇族绵延皇嗣 也是你们的责任哪 母后 这 这长幼有序 二哥既没有成婚 您自当先去找他 你以为我没去吗 你二哥为了拒绝我 差点出家当和尚呢 我警告你谢延祁 你们两个谁也不许找任何理由 来对付我 我今天来了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还不走了呢 千万别啊 母后 这您要是不走 父皇怪罪下来 儿臣可担当不起啊 那你就答应我去燕燃为妃 这绝对不可能 来人哪 在 回宫把我的枕头拿来 是 以后本宫 就在三王府就寝了 慢着 行 不就是选妃吗 儿臣选就是了 但儿臣要娶的王妃 不是那杜妍然 那 那是谁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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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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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下去 好 三二一开始 我们是两家少女们 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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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始 来来 有 有 我给他 上门 走上脚 对对 上 来